編曲8.0 很似乎? 好像是一般的女孩 嗨大家好,我是非正規!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次的夏日活動誠意十足呢? 加上昨天登場的泳裝愛麗絲 最喜歡的是哪一位的扮相?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泳裝愛麗絲吧 泳裝愛麗絲的風格走的是甜美系的路線 白色的草帽,加上荷葉邊的泳衣 還有花瓣造型的法式 說她是最佳國民女友,真的一點都不為過 可能要先打敗結弱 泳裝愛麗絲的技能,充滿了濃濃的海灘風味 首先是海灘球 丟出海灘球後,可以貫通在路徑上的敵人 而且碰上障礙物,會反彈一次 開通背中技能後,就可以反彈到三次 如果是在狹窄的空間遇到敵人 對方就會受到連續性的傷害 這到底是在打海灘球還是躲避球 第二招核心水晶 就是召喚水晶 對前方不停地進行水柱攻擊 就是夏天大家拿著水槍附射的概念 只是這水槍的威力有點驚人 如果開通雙重水柱之後 就會召喚出另外一顆水晶 從敵人的下方鎖定位置 朝上進行射擊 形成一個水柱石自駕 除了這兩招的主動性之外 董莊愛麗絲還有一招減傷的被動技能 不能輸 我不能輸 不能輸 我不能輸 對,技能名稱 這叫我不能輸 開通這個被動技能之後 面對有暴擊強化增益效果的對象 在命中他之後 董莊愛麗絲會獲得可抵擋攻擊力75%的傷害護盾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做個小小的調查吧 大家還會想要看到哪些角色 做出不同的造型呈現呢? 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掰掰